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談賽馬的時間 大家聽我的NETCHAN馬膽 最後都會有立場分析 就是講一下 賽前15分鐘前會講一下 預計雜前落飛馬 義不溫馬 場地認勢 騎鄰動態等等 每一次賽事我打算 跑完之後都會上載一至兩段短片 給大家聽一下 究竟有什麼為止立場分析 今天上載第二條短片就是第10場 大家聽聽為什麼我選大眾歡呼 廣寧王也有講講的場地 主要是這兩件事 一會聽完之後我再作一個簡單回顧 Hello 剛才那一場真的很開心 自己有中了WINPAY 家瑩 轉旗 最後都害怕 沒有什麼飛數支持 這些馬四五倍馬 平海掌聲 想不到 知道他沒那麼厲害 想不到炸到這樣 幾件事 星水馬寶通知 我發出來的時候 七六下石沒有升水 但是最後有升水 去到港寧王 所以我自己買了港寧王 七六一 所以不好意思 不過我相信大家朋友 沒有用七四六一 自己都買了 家瑩全期WINPAY 應該到售錢 第二件事 因為是 如果下石全部虧 所以買單WINPAY 大家應該知道 跟著星上馬寶通知的朋友 第二件事 很多朋友中 雲來福星位置 中 家瑩全其他雲來福星 QPAY 又中 中到傻了 一個朋友 真是中得很厲害 那條Q有錢 我自己沒有買QPAY 650元 143.5PAY 那個朋友中得很開心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希望大家非常滿意 今天自己 就 簡單來說 整體來說 對於夏威夷中心勇士 比較失望 大賽看到這些馬跑成這樣 內心有點失望 但是幸好一些普通賽事有一種 第十場 大眾歡呼的票 我也是那句 洶湧 一會兒十一、二倍開跑 甚至十倍 十一、二倍開跑 你這麼洶湧 我當然是 尊重你的票數 首選 大眾歡呼都不頑皮 其實這場五隻 這場 每一隻都有能力給你看 但是又未必 跑得出水準 大眾歡呼是有能力的嘛 上次都是 洩到暈之下跑第三 寬樂小之下跑第四 廣寧望就不知道什麼事了 我媽給我寫了一個禮 現在回到次選 他有沒有 直路那一段 外面 地都不是那麼難 第二件事情 如果大家有看直鏡 一出閘 貼著二、三疊 貼著懶 第一、二疊的地 好像差一點 已經踩到 所以港領王全程走二、三疊 是不怕的 如果他有能力 直路外面 一帶外一起衝上來就贏 但是 這些不穩陣的次選 寬樂小子 陸上飛遲 頭過一龍 其實 那隻馬都穩定 姚本輝 你欠貫貫煉馬斯 有狀態的馬都拼了 所以不需要擔心 唯一一天 我想這麼久才發出來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在想會不會捨棄 寬樂小子 放一隻美麗日子下去 想來想去 都是怕美麗日子 休息太久 裡面多馬頂他 你有一個獎金大壞 有一個幾厘紅星 未必跑到 如果你說他貼爛 大放 放到回來 入冷卻不出奇 繼續想想想 要回到寬樂小子 潘頓今天是不行了 現在已經流米幾場 文家良都是刀柏明驅 我是自己掙扎做好久 大家決定美麗日子和寬樂小子 其餘四隻我肯定做我的配角 和膽和配角 但是寬樂小子 和美麗日子的取捨 大家自己的選擇 暫時是這麼多 希望繼續幫大家 再談 大家聽到了 大眾歡呼 跑完第九場之後 大家會計算到 那些票將會很洶湧 其實大家臨場 臨尾根都未必跟得及 因為他真的很遲 這些隱蔽票 不是大家那麼容易看得及的 要我臨場分析 計算定 就說定給大家聽 大家可以慢慢想 這件事很重要 我告訴你 我用洶湧這兩個字 對上一次 首先 是很氣餒的 去到現在的貴中貴美 大家賣碼 諾菲 洶湧那些 近幾次 都是 不是位置就贏 剛剛那次禮拜三 洶湧那隻是哪隻 大家聽回我上場 上次臨場分析 楊明滿滿 我用洶湧來形容 我本來完全沒有選 算你多彩 二三四五名 我全選了 在Nutcher馬達 接著看到楊明滿滿 洶湧 我放回去做慈善 我是中了四雄才 那些 和楊明滿滿 撿到笑 我是中了 上次 洶湧 就是楊明滿滿 二十多倍打到五倍 開跑 這隻 更好 有些馬丹馬飛 因為港領王也下飛 他是二十五倍打到十四倍 我預計他十十一二倍 但因為港領王也很重飛 所以他也有十四倍 所以他也有十四倍 結果他贏了大重宦灰 這是第一件事 我曾經說過 之前幾次的臨場分析 我曾經說過開心好玩之後 我曾經說過大熱的 不要重心投注 現在貴中貴美 大家 那些廉馬斯 開始 如果你是廉馬斯 你會怎樣想 現在這個疫情之下 會擔心 會隨時無法跑 隨時無法跑 現在最快賺錢的方法是怎樣 即是他有一陣子有獎金才有收入 如果沒有獎金怎麼辦 找其他方式 看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 想到 可以圍住戶口 這個就是 所以要小心一點 就是大熱門的投注 除非你真是很大很大很大的大賽 今天那兩場二級賽 都不是大賽 對他來說 你看到他搞成這樣 中心用事 大家要小心一點 中心投注方面 廣令王剛才說了 第八第九場 這些通常很難說 但如果大家看過場地 雖然第八第九場 貼藍快放那隻 極有利贏 但這場地見快馬多 接著看直徑第八第九場 根本上未全入直路 或入直路之後 貼著第二搭那些 那些地沒有那麼好 所以你說全程外跌 是不擔心的 所以看到廣令王大眾歡呼 是全程外跌的 在對面直路 未轉到直路之前 所以都不擔心 所以大家要 留意 就是看電視機畫面 這個叫做直鏡 還有 有些 叫做什麼 極向思維的第八第九場 放頭贏馬 去到第十場 每個都爭著放頭 在一個好地偏慢的場地 十三秒三九二十二秒零一 放得快到瘋了 全部放那些死了 那就這麼多 希望大家明白 臨場分析的重要性 如果大家有興趣參與的話 可以去到我的Facebook Patreon、Netchern、談塞馬 可以發訊息 或者發訊息 或者來到我的指定post 留意留言 儘快發揮一些 關於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你們看 最後希望大家來到我的Youtube 運動 Netchern 訂閱或訂閱 還有點鬧鐘 今天有新片 可以通知 第一時間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拜託